高雄有民眾路上巧遇輕軌列車 發現了車上居然有兩尊恐龍還有五點男 而這樣的有趣畫面讓民眾笑翻了 說好像跑到了身影少女的場景一樣 原來就是有民眾穿著衝擊服裝來搭輕軌 而我們詢問的高級公司 高級公司表示說是採開放態度 要是這個違規舉動沒有違規的話 將會從寬來認定 但如果體積過大或是影響到其他乘客 才會要求民眾先脫掉之後再搭車 這是輕軌但車廂裡卻超脫現實 體型比人高出一大截 放慢動作放大來看 尋常旅客旁的是五臉男 還有一隻恐龍 而且他們還在聊天 民眾笑聲帶點驚訝 因為實在不可思議 人輕人放逸多啊 會試一手 覺得很蠻可愛的 五臉男和恐龍和大家一起搭輕軌 還有另一名網友拍下 從對座邊坐一起 當中恐龍還搞笑自己玩起來 原來是有人穿充氣服裝 但不是鬼月也不是cosplay 變裝出沒街頭 民眾看到就像彩蛋 覺得驚奇 我們有違規動作或影響到其他的旅客 高階公司仍會重寬認定 如果體積過大或影響到其他的乘客 那我們能會要求他卸妝後再進行搭乘 或者是拒絕載送 社會總是要活潑一點嘛 日常生活中看到一個平常不太發現 不太出現的事情 我覺得挺好 打扮特殊但一樣是乘客 高階公司推論 可能是參加展覽的民眾 只要不違規 不影響其他人也就充寬認定 記者柯淳浩 高雄報導